同学们你们好 我们这一节 就来聊一聊 芒果DB的ID 我们前面其实用过 对不对 我们如果是insert一个Document 不指定那个下号下ID的话 芒果DB就会帮我们生成一个 生成这个ID呢 我们今天可以再详细的讲一下 这个我们的ObjectID 看着一大长串 它其实是96位二进制的 那它前四位呢 是一个时间 Time step 是一个unix时间到秒 然后呢 紧跟三位是一个machine的ID 然后二位是一个process ID 再来个三位的counter 它这么做一个好处 就是说呢 它可以基本保证一个微信 这个微信还可以在一个高并发的情况下 比如咱有1000个人 都往里边查数据 没问题 你可以很大的一个量查进去 也没有问题 而且谁也不爱着谁 你生成你的ID 我生成我的ID 即便是 你这个时间一样 machine ID一样 然后这个process ID 咱们都用一个process假设 那你在这个插入的数据 你现在可以有三个bass就等于24个二进制 那是2到24次方 对不对 也有几百万个 没有什么问题 那它的坏处是 那它的坏处是 它这个顺序啊 就不能严格保证 但基本能保证 这个基本保证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我做个论坛 大家都上去发帖 然后我就ID倒排一下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数据差不多 没差 基本就是说 我ID倒排一下 我最新的帖子还是在上面 沉不下去 因为咱们是前四位是时间 对不对 所以它基本还是保证 但是说你要同时在这个时间里边 那就不好说了 可能是你在我 但就在前面一点点 对吧 这个如果对于多数的系统可以忽略不尽 但如果遇到一些比较严格的 或者说我就是想要我这种12345 这种自然数据的ID怎么办 这以前还真是个难题 这个像我做的比较早 我会一些独门的技术 那你有的人可能就不会 网上查不到 但芒果地域现在这个文档 是高度繁荣了 它特意给你做了一个网页 就来教你怎么create这种sequence 咱们帮你把ID做出来 给大家看这个就好了 就是这个网页 大家可以阅读一下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自己看 可能它觉得挺难 因为咱那个思路 它这个思路还有点腰 那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一个技术器 还有一种是采用一个 这个叫optimistic loop 就是一个乐观的循环 分别讲解 先看这个咱们用技术器怎么做 你不就要是每次都唯一吗 对吧 还要自动长 那这个好办了 你先建个collection counters 网页里边插条记录 id就是一个唯一的id userid 它意思就是说 我给userid user来建一个sequence 它其实 这个是起始值 其实这个起始值是1 真是用选它是1 但这里写0 待会我会讲为什么这里写0 最后这个第一个id 这个sequence第一个值确是1 好 我们先建一个这个东西 把它放在那 这个就作为我们的技术器 好 把它们不断累加 那怎么用呢 我们提供一个 get a nice sequence 得到下一个id的 它的作用就是 我可以一直得到下一个id 我掉一次得到下一个id 这个方法的核心 是用一个 这个方法 这方法我们前面没有学 但是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就是 查找的同时 做modify 我一边找 同时改 我找到它就改 那我们就传一个id进去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user id 另外就是我们传user id 对不对 找到它 同时 把这个 它这个sequence 我们前面不是说 那个那条记录里 不是有两个字 一个是id 一个是sequence 原来sequence是0 对不对 增加1 前面两个是 第一个是查询 第二个是如何更新 第三个 new new等于true 这什么意思 因为你看你 你不是改 但你还要找啊 找不是return一个value吗 如果你new等于true的话 就返回那个 你更新好的那个value 如果说没有这个 那它就会返回 老的那个值 如果没有这个 它就返回0 如果有这个 就返回1 但这个是 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拿那个新的 才有效果 拿老的不行 待会会讲 为什么拿老的不行 那有了这个方法 看下这个方法 没讲完 它最后把这个 拿到这个return value 就是我们那个 document的那个 新的那个sequence值 给返回了 那怎么这种 怎么用 太好用了 就掉下就好 当我们插入新数据的时候 我们去拿一下 我们就可以拿到 一个新的id 你不行了计数 对吧 你每差一个都会去 都会去计数 对不对 那这个 如果说 如果有很多人一起来 调这个方法 会不会有问题呢 没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问题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这个 查找并更新的这个方法 是一个原子操作 我们后面讲transaction 会再详细讲原子操作 到这里可以稍微提一下 原子操作就是说 它不会被打断 就是说 我去拿 我找到这个id 然后把它增长 这过程中 没有任何人可以跟我抢 不过说 我这个 找到一半 你来了 然后 咱俩一起都找到 现在比如说是三 咱俩一起把它更新成四 咱俩最后拿到都是四 没有这种可能 我拿到把它更新成四 你再来看 它就已经变成四 然后你拿到的是五 然后再有第三个 它拿到的是五 然后一更新变成六 来保证这个东西的唯一性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个值一定得是true 因为它要去这个increase一下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true的话 那有可能咱们拿到 都是老的那个数据 咱们可能都拿到四 但是你increase变成五 然后我其实我没有问题 因为我adomic 然后我其实我最后的结果还是六 整体结果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咱俩都拿到了一个四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几个东西是缺一不可 用这个increase 然后再用这个new的true 然后用的时候呢 就往里边一插就好了 就可以拿到一个 咱们自然数列的一个 那如果说你数据库里 你有多个sequence需要 比如说你一个userid 你可能还有个schoolid 你可能再来个costid 那没问题 你就往这个counter里边 添加多条记录 就没事了 你就是id换一换 你在情节 再insert上一个记录 叫schoolid 然后你getnextsequence的时候 你这里 你换成schoolid就好 这是可以保证这个学生和学校有自己的一个序列 会互不干扰 因为我们是那个new等于true嘛 所以我们拿到增长好 所以其实我们零是拿不到的 因为每一拿就增长加一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从一开始的 那后面他还有一个探讨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 读一下 如果这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里 你有upset等于true的话 这还会有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upset的没有true 那我们看看我们第二种方法 这个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说叫乐观的循环 optimistic loop optimistic loop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它具有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 你不叫一个增长的序列吗 对不对 那我每次 我就数据库里看 我数据查一下 就是说这个id 我们通过这个id的 就只拿id 然后通过id来倒排一下 就等于我拿最新的一个 最新其实也有最大 因为我增长的嘛 对不对 我刚才说错了 咱们这个id倒排 就拿了最大的一个 不是最新的 因为刚才已经不是那个的upset的id 还是整出来 就最大的一个 所以是将须排列 那我拿 两种情况 一种时候 我现在这个数据库里 还是next吗 有 那我就把当前最大的这个加1 给这个sequence 如果你没有 那我就是1 大家一条记录都没有 那我从1开始 我给你个1 然后我让我这个document的id 等于这个sequence 对不对 然后 我就开始把这个 网数据库里查 然后情况 一种是 咱们这个没错 那就跑下去了 结束了 就break了 你看 它如果跑到这 就break了 它这方是有错 因为你查 instagram 它会返回一个resource 看有没有这个error 如果有error 看 是不是这个 duple key的 就是这个id 说被人占了 如果被人占了 continue 就代表什么呢 就回到这个 循环的开始 这个地方 回到循环开始 这个地方 我到这里了 那再做一遍 再到数据库 你拿最大的id 然后 然后把这id加1 然后就给 给我们自己id 然后往数据库里查 然后再查 直到查进去为止 但如果说你有可能 因为查出去 你遇到其他错 如果遇到其他错的话 那就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预告另外的一个别的别的什么错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乐观的循环 就是我一直是请办法往里边查 但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一起做的话 这种做法还挺好的 对吧 我就往里边 把最大记录 最大的id拿出来 然后加个一存 基本跑个一两次 就好了 但如果同时 有好多人在往里边查数据 那这个就可能会 多循环好多次 这也是个系统的开销 每次循环 我到次着往里边查 然后看没有error 但是呢 你不用再维护一个counter 那个clection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我现在同时查的人比较少 我一次就查进去了 我也不用说我每次都要去试着去更新一下 那个就是counter的那个value 这个也能保证 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数据库里边 这个是一个形成一个自增长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序列 这个网页其实非常的好 推荐大家呢 把这个啊 这篇网页给阅读一下 这个大家可以待会就搜一下这个标题 那这时间所限 我就不大家演示这个例子了 大家可以自己呢 作为一个客户的作业 把这两个例子都试一下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